我可以 你也沒什麼 我可以 它就是膠原蛋白啦 然後它是粉狀的 它就是裡面沒有任何香料 而且它分子很小 溶解得很快 很容易吸收 對 我帶的就是因為 因為它一次要 就是一次吃三匙會比較好 就是一次吃不要分開吃 它可以加任何的料理 冷的 熱的 咖啡啊 水啊 沙拉也可以啊 都可以 對 義大利麵啊 就是可以加 還加到義大利麵飲料 可以啊 因為它沒有其他的香料 而且它分子 完全無色無味 對 然後它非常好溶解 所以你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可能一般的人 會覺得膠原蛋白有點腥 對 可是 沒有味道 對啊 大家要不要先喝杯咖啡 邊聊 好 好耶 好啦 我們咖啡準備好了 我就立刻 今天人比較多 我就送你們三大 好像加奶精啊 好可怕喔 對啊 就平常三匙間 送你們六匙 哇 謝謝薇君 謝謝薇君 沒有 是因為可以看到 它就是很好揉 分子很細 對 因為它是百分之百的膠原蛋白 而且我覺得薇君很聰明耶 因為像我們都會買這種東西 放在家裡 對 那它這樣子一罐帶出來 就不會忘記吃 沒錯 對啊 就完全不會忘記 然後因為它沒有任何 你可以試試 你就喝起來身體也沒有負擔了 謝謝 完全沒別的味道 就是咖啡的味道 沒有啊 所以說 加任何料理 不只咖啡啊 水啊 果子啊 你們也喝啊 你們喝啊 怎麼樣 什麼味道 什麼感覺 還就是咖啡嘛 咖啡 咖啡 這個酷喔 因為以前我們喝的 粉狀的都會有 它把咖啡的味道給蓋掉 對啊 然後你還是會聞得到 一點點的腥味 對 可是這完全沒有耶 完全沒有 因為它很放心 我那時候知道這個是因為 它的背後品牌的故事 就是這個老闆 就是他爸爸過世之後呢 他就一直在研究養生醫學 所以基本上它是沒有什麼食安問題 而且它用的是德國百年大廠的原料 所以它是完全有品質認證的 不會擔心有食安問題 德國人都很嚴謹 對 這個呢 今天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膠原蛋白 其實那麼樣的分子細 膠原蛋白還真的有分大分子小分子 而且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吃太多沒有辦法吸收 那也就是白做工了 是 所以今天呢 我自己就有做了一下實驗 因為真的是 剛剛講得這麼好 我們信邪 我們一定要來看看 到底它是不是有這麼厲害 它的吸收能力 老師要認證一下 這個就是偽君的 偽君的 裡面的膠原蛋白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去找到市面上 也賣得不錯的 是 那我們就先來做一下偽君的 澆在水裡面之後 攪拌看一下它的溶解 的效果 好 我們把它均勻攪拌之後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幾乎都化開了 好 緊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排的 不是 水還是一杯水 對 一樣要兩勺喔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攪 裡面乳白色的 裡面乳白色的 而且它有一小圖一小圖 我持續攪喔 但你有沒有看到其實顆粒很多啊 對 其實它有一些粉末沒有辦法扔 好 所以這邊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個番子的這個大小 你其實就可以從當中來看 所以我們透過在家裡做這樣的實驗 你自己就可以做簡單的判斷 對 你買回家的時候自己做你的實驗就知道了 好 謝謝 謝謝